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奥伦伯胡说科技 我是奥伦伯 陈良荣 今天的来宾是我认识十几年的好朋友 他简单来讲就是四个字 技术牛人 他二十几年前在Stanford念电机博士的时候 博士还没念完 就拿博士论文去创业 不到四十岁就在矽谷创了两家公司 其中一家在NASDAQ上市 然后被大公司并购 就是Snapis跟Cadence 他做的技术 一个是OPC 光学临近修正 NDFM 就是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背后都是很难的数学 但到现在都还是 半导体先进制程的关键技术 如果没有这些技术 台电三奈米的量率可能会很低 那中心大概也没办法做到七奈米 那他现在在台湾做创投 我们在现场的来宾是 达引管顾创办人王耀廷 欢迎耀廷来到我们节目 大家好 我是王耀廷 那常听奥伦伯节目的听众 应该对达引这名字不陌生 我们节目的常客 Simon 方宋人 就是达引的另外一个创办人 他跟耀廷 在Stanford念博士班的时候 就熟识 后来一个留在美国创业 然后一个回台湾 加入联电 一直到08年 耀廷第二家公司卖掉之后 也回来台湾 那两个就一起开了家创投公司 那我们之前天下杂志 其实报有过答应 就说耀廷跟Simon 是两个半导体大叔 然后一开始 的确专门投的是半导体的老本行 但是后来就改去投 这个吃喝玩乐类别的新创 像定位系统的Inline KK Day Asio这些 反差很大 但是我们现在要帮他们补充一下 其实达引也投不少 所谓的生科技公司 基因科技材料 电子材料都有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就是达引最近很认真地 投了一些教授创业的公司 像是台大土木系教授 康世仲创的JUBO 他是做长照产业的数位化 然后还有台大资工几个教授 合创的Omni-i 是做车队管理 而且你们还从科技部挖的高手 就是腾博 专门负责这一块 就是要 好像要很雄心壮志的 把台湾学员机构的成果 变成新创公司 那我好几年前 其实写过这种教授创业的题目 那有个清大教授 就一脸苦笑的跟我说 说教授要去创业 其实在资本市场是票房毒药 那他去募资就吃很多苦头 那我也常听那个业界的人说过 学校做的东西 跟我们现在业界实在差太多 我根本不能用 其实我们上一集节目的来宾 心思的前副总 李炯廷他就这样说 但是你看回想你们 当初在Stanford创业的时候 就是指导教授跟你 跟一个伯后一起去创业 然后做的东西 其实就是业界很急需用的 而且做不到的 所以你现在敢这样出来 支持教授创业 是不是觉得说 台湾教授创业的能力 以及整个环境的成熟度 是不是已经比较接近 你当年在Stanford创业的水准了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但是首先 耀婷我想聊一下你个人的过去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非常好奇 我们一般认知 就是说家境比较一般的小孩 毕业之后都会乖乖进大公司 做那种高薪稳定的工作 有钱人家的小孩才会去创业 因为比较能够承担风险 你们家不是很有钱 怎么会跑去创业 我觉得第一个这是一个迷思 就是说大家觉得创业 是有钱人才做的事情 没钱的人就是说不做这件事情 事实上你如果按照统计来看的时候 大部分创业的人为什么去创业呢 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才去创业 不是因为想要创业而创业 被fire被怎么样的 对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迷思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找不到工作 那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先讲一下 这个OPC的这个历史 就是你第一家公司的技术 对 我第一家公司的技术 这个大家会觉得说 我那个时候读PhD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高瞻眼瞩 就显得OPC 然后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开公司 那我必须跟大家讲 这也是一个迷思 刚才梁龙有提到 就是说那个业界的人觉得 学校做的东西都不切实际 所以觉得没有什么好用的 那我不妨跟大家讲 我当初做这个OPC的题目 业界的环境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很特殊的那个例子 因为这个学术的本质 本来想的就是未来 而不是在讲现在 那大家当然有时候就会想说 那为什么很多人可以拿 就是说他PhD的东西 出去开公司呢 那事实上很多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业界现在在做的 业界觉得在做的这个东西 他觉得这个才是对的路 但是很多时候 这条对的路 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他就只好就是说 用他们觉得比较虚无缥缈的方式 那所以我就用我的例子来讲一下 先解释一下OPC 这个是什么东西 OPC的英文是叫做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EUV是用13nm 对不对 波长13奈米的光 波长13奈米的光 那为什么他有办法印到 比如说7奈米 5奈米 2奈米 跟3奈米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一般来讲 光学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要把一个东西看得清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假设是13个nanometer 你用这种光做成像的时候 你一般来讲 你想看清楚的东西 大概就是在13个nanometer的 这一个范围里面 那为什么现在台积电 有办法做这种什么 2奈米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应用的技术 就是所谓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那这个conceptually 这个是怎么做呢 事实上也蛮简单的 大家这个样子想 如果说今天我要画一个方块 然后这个方块的大小 大概就是在 比如说 在13个nanometer左右的时候 你直接用13个nanometer的光 去照它的时候 那它出来的成像 也会变成是一个方块 但是呢 你如果今天把这个方块呢 就是缩小 变成5个nanometer的时候 大家很可能会注意到 它已经不是一个方块了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圆形 对不对 它那个角角 就会变成不是角 就会有一个弧度 就会跑出来 就那么绕色的效应 对 这是一个绕色的效应 如果大家对光学 稍微有一点了解 所以就是有一个绕色的效应 那大家就想说 那怎么办呢 但是我要方形 我不要远形 所以后来大家就想说 那这个很简单 你就是在那个方块的角角那边 画个圈圈 就变成 我们在开玩笑 变成Mickey Mouse 你让它凸出来 然后你照下去的时候 就会比较像方块 就是说你要得方块 那你事先去照的图形 就不可以是方块 对 好 那这个是大家已经知道了一个现象 然后在很早期的时候 就是大家做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说 好 我如果看到这个方块是很小 我就故意在四边 就是把它加耳朵给它下去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方块 那这一个动作 就叫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那Optical Proximity 相当于就是梁荣刚才讲的 所谓烙色的现象 那Correction呢 基本上就是说 那我要加这个老鼠的耳朵上去 对不对 然后来做这个Correction 那随着时间的进展的时候 可能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Risovic的历史 Risovic在可见光 这个最后的一带是193个nanometer 然后这个也是台积电当初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它用193个nanometer 印到7个nanometer 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你本间那时候弄的那个 静润式光学 对 然后再加上OPC 再加上各式各样的那个技巧来做这件事情 大家本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 对 那大家会想说 那这个到底怎么做呢 以前没有差太多的时候 你可以用手画 但是差太多的时候怎么办 那就会变成说 你要做的事情相当于 第一个就是用演算法来计算说 我今天假设说我是一个方块 那我经过了 比如说这个光学系统之后 它在那边会变成是什么样的样子 然后我根据这个东西 我再回过头来修改我的方块 让它 已经不是米老鼠耳朵那么简单了 对 变成很多奇怪的图案 要算得很精细 对 你们赚钱就靠这东西 从某个程度来讲 你可以这个样子讲 那当初我在做PhD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事实上是在说 那我怎么样把这个计算把它变快 就是说 今天假设说我今天是方块 然后我经过这个光学系统之后 我怎么把它计算出来 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因为这是第一步 先加快计算的速度 对 那我们当初一个很大的贡献 是把这个速度把它加快 然后 那如果电脑很快的话 其实也不需要了 没有不行 这个就是不了解的东西 这个是older magnitude的问题 那我们当初发展的一个东西 大家如果去查的话 会看到这个term叫做OCD Optical Coherence Decompetition 那我想这个也是 大家现在都在用的一个东西 大家不用担心 那个没有专利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publish了 所以你可以尽量用 都无所谓 那我当初为什么会做这个题目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自己也找不到题目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我想做的那个东西 我老板也没有钱 我记得是本来想做通讯的嘛 对 那所以我当初被assign了这个topic 然后呢 我必须跟大家讲 当初我被assign这个topic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 我觉得说这个死定了 所以你本来是要做通讯的东西 后来被assign去解决半导体的问题 对 反正呢没办法 只有问题还没有解方 那个时候 没有 基本上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是在于就是说 那个计算太困难了 要花很久很多运算资源 没错 要解一个很难的题 一个很难的数学题目就对了 那很幸运的 我老师Dr.Kylus 还有就是我的那个Postar Burno Patty 然后我们一起合作 总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然后这个东西再回 就像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很好啦 你很聪明啦 你把问题解决掉了 然后 这是不是guarantee 你可以找得到工作呢 我闭完院之后呢 1995年大概就弄得差不多 然后那个时候出去找工作 结果所有人给我的feedback是 没有人会用这个东西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 为了一个还没有发生的半导体问题 提出一个解决方法 可是因为问题还没有发生 对 他们觉得他们有更好解决的方式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不会用的 所以那个时候工作找的 事实上不是很顺利 那所以就这样一年机会 就去开了这家公司 所以如果你找工作顺利的话 大概也不会 大概也不会 真的是 大概也不会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 我后来去找了你的那个 指导教师 那个Kylus的报导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那个IEEE写了一大篇的封面故事 讲他的故事 就是说 他是演算法大师嘛 然后就是说他有一天就是去申请那个DAPA DAPA全名就是国防部高等计划署嘛 大家都说那个神盾局就是仿造DAPA所创造出来的嘛 他上面赞助最先进的国防科技 然后他有一天呢 就是你们老师去申请DAPA的一个数学项目的计划 就那计划居然没过了 然后那个项目的人就很好心的跟他讲说 我们虽然这里没有过 但是我们最近呢 政府给了很多钱 让我们去做半导体 你要把半导体那边去找一个题目来做 是的 我想那个历史呢 就是反映到我们现在的这个 现在美国的情况 事实上有一个很好的对照关系 我们当初那些钱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称为 就是美国当初最早的所谓Chip Act 1.0 美国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Chip Act 2.0 那为什么会有1.0这一个Chip Act 就上一个晶片战争嘛 Chris Miller写的嘛 对 就是因为美国那个时候被日本打到par 所以那个美国政府决定说不行 所以他就拨了很大的一个经费下来 那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说 以我Advisor这么有名的人 去DAPA申请数学的东西 为什么会申请不到呢 因为没钱嘛 全部都到Chip Act 被排挤了就都到那边去了 对 对 那我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那个Chip Act 1.0 后来在美国发展出来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那些东西precisely 就是现在大家在用的 所以我们半小体用的那些技术 OPC啊 对 我记得UV也是啊 他那时候也有搭把赞助 很多很多 所以我只是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我们台湾 现在当然我们台积电做得很好 我们就是应该要骄傲 但是从来都不要Underestimate美国人 Chip Act 2.0以后出来的东西 很可能是十年之后 所有半导体的人必须要用的 永远都不要Underestimate他们 所以大家不是讲说 美国人都不做半导体啊 半导体的科系都受不到好的PhD了 那钱洒下去是不是 大家都纷纷回流了 那当然啦 不是嘛 想读PhD的人 这个你觉得做学术研究 也是要跟钱跑啊 那如果我钱砸下去的时候 一定会encourage很多人 去做这件事情啊 这个情况就跟什么一样 1990年我去美国 大家也觉得说 美国的半导体要倒了啊 那时候大家也觉得这样子啊 是啊 然后你看 我想去做那个通信的人 结果呢 我去做什么 半导体 半导体啊 因为那里有钱啊 你是做演算法的 其实 suppose应该跟半导体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是啊是啊 不是吗 所以这个很多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 用现在的观点去predict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 对你做演算法的人 结果最后居然去解决 制程里面的问题 而且现在演算法 你如果看台积电 在做OPC 做皇冠 大概 我不知道他们的数目是什么 我知道他们 光是做OPC演算法 可能有一两百人 都是在做这些东西 所以那时候学这个领域的时候 不知道后来工作是在这边 是没有错 没有错 这是开创 就是说在半导体上 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个是没有错 不过回到刚才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你们是一个 一群很懂演算法的人 是 然后要去解决 现实生活的问题 就是说他那时候 人家跟人家说 半导体这个领域有钱 要不要去想 他居然 我那里面写 他说跑去你们隔壁的 有一个叫做 Center of Integrated Systems 是CIS 他就去那边找人聊 你们最近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们来解决 这样子就可以 这个从某个程度来讲 也是Stanford 或者是在美国 就是说大的学校里面的好处 就是说 他们科系跟科系之间 事实上没有一个很大的隔阂 当一个教授 决定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很快就可以找到 相对应的专家 来问他们这些问题 然后他就很快 可以了解这个问题 然后你们真的可以把他解决 对 就把他解决了 就是你们这边做演算法的 人家这个领域那么多人 想尽办法用各种光学方法 物理方法 都没办法解决 你们就这样算一算 就把他解决了 梁龙 我必须要跟你讲 我们这些做演算法的人 对世界的看法是很简单的 你比如说一台车在跑的时候 你说你怎么去模拟这个车子 我们做演算法的人 就假设他是一个轮子 你就把他简化 简化然后再来那个 是 但是真的把他解决 我觉得在简化跟与事实环境的落差 抓的那个分寸 我觉得蛮厉害 我看他里面整个过程 是啊 是啊 没有错 因为过度简化你的结果就不准 但是你如果把它弄得太复杂 假设说这个东西是要求在 比如说几分钟就要算完 结果你把它花个几个小时 那也没有什么用 对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开始你的OPC的解法 出来之后你觉得很厉害 但是业界人觉得 反正我们有更厉害的方法 就是用物理的方式去解决 就是说从193变成157 就这样就好了 把光波场弄得更小 就不会遇到这个障碍了嘛 所以那个其实是可能会用不到 对 那为什么后来变成用到 我们讲一下这整个过程 那很简单 那就是157做不出来 就好像那个我们以前在笑 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业界觉得说 157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后来大家发觉做不出来 然后觉得说 以及要花那么多时间 干脆直接做13个nanometer 13个nanometer 这个EUV 基本上是这个全世界合作 大概花了四五十年的时间 才做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 中国做不做得出来 那我只好跟大家讲说 当然做得出来 50年之后吧 这个事情其实造就了台积电嘛 对 因为变成说台积电是最早 去用巨诊式围影 到制成的公司 是 所以等于事实上台积电 有点leap frog的意思嘛 我觉得这里有事实上 有很多的因素 当然就是说 burned immersion的proposal 然后大家去用这个东西 这个当然 跟艾斯摩尔的合作 跟艾斯摩尔的合作 这个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台积电的成功 事实上有很多的因素 当然就是对的人 我非常佩服这些 所有在台积电工作的人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business model 非常的重要 好 我再提一个人 就是说 可能我再提一下蒋上益好了 那我觉得台积电 在那一段时间在蒋上益 在RD的领导上面 事实上贡献也非常的卓注 就是说我从外面在看 我觉得这个有非常多的 其实你们那个时候 很早就跟蒋上益合作 因为你们 你们还没上市之前 你们那个numerical technology 那时候台积电 我那时候来查 发了一个新闻稿 说跟你们合作 一起用那个去做光照 很早就看到你们的技术 是 我想这个东西 对startup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很多的startup 一开始在engage 就是说他的customer的时候 大家的想法就是说 我先从小的去engage 弄好了再往大的 就是小的都没办法做成功了 就不要去找大的 大公司一定看不起我的 对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 错误的观念 任何一个startup 你如果相信你的东西 是很好的时候 你应该去找大的 当你把大的打下来的时候 小的自动就会跟过来 not opposite way 那你们怎么去找到台积电的 台积电 Intel Samson 这些公司永远 the door is always open 因为他们永远都是 希望看到最新的技术 然后他很可能 在每一个关节的时候 他都需要有一些 新的技术进来 所以他们一定会 给你一个chance 就是想听听看 因为你们是Stanford的公司 这个当然 但是他们最起码 会给你一个chance 想听听看 你purpose什么东西 但是anyway 他在那个时候 就是说在你们 还是startup的时候 就发新闻稿说 用你们的东西 我觉得对你们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帮助吧 那当然了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那个时候TSNC 还没有那么大 对 不是让现在想象那么大 虽然已经是Foundry number one 可是Foundry number one 跟Intel还是天差地 对 那个时候最大的是Intel 所以大家应该要骄傲 那你就是说 你创的这个Numerical Technology 然后还又创了一家 就是说这两次创业的经验 让你学到什么东西 应该你三十几岁 就PhD 就去创业 然后去Nesdaq敲钟 你们有敲钟 然后又卖掉 再创 再卖掉 好 那我可能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里程 事实上也蛮好玩的 那个我们第一家公司 从某个程度来讲 还蛮顺的 因为我们在那个 2000年的时候上市 在Nesdaq上市 然后不瞒大家说 那个在有一个时间点 大概维续了一个礼拜 还是两个礼拜 大张 不是 我们的市值是 在整个EDA里面是最高 比Synaptics还有Cadence还要高 是是是 所以那个时候Synaptics Cadence他们已经 有这个名字吗 已经很大 他们一直都是在 EDA这个行业 是No.1 No.2 所以你曾经是EDA No.1公司的技术长 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 我那个时候 就是横着走这样 跟螃蟹一样 那为什么都掉下去 是因为科技跑过吗 对 我跟你讲 我后来把第一家公司卖掉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后来公司上市了之后 我觉得非常多管理上的问题 所以后来上市之后 我自己本人也经过了 很痛苦的一两年 所以我在2003年的时候 才把公司就是卖掉这样 那我在那边学到的一件事情 是这个样子 就是没事不要IPO 你们那个时候有 创投股东的压力吗 叫你们要赶快IPO 那个时候倒是还好 就是我们拿了VC的钱 大概三四年之内 就已经到Nestex上市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顺 其实再拖一下也没关系 是是是是 但是就是说那个 讲实在我把它卖掉了 卖掉了之后 我基本上我就想说不完了 这个我要退休了这样 那为什么开第二家公司呢 开第二家公司是这个样子 因为六个月之后 我以前的一些同事来找我 说要开公司这样 我说为什么还要再开公司 我说我现在日子过得还不错 然后他们就在笑我说 对呀你过来还不错 我看你无聊死了 我后来就跟他们讲说 好啦可以啦 我们要开公司也可以 但是这一次不要上市 我们就是看这个业界 就是说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target这个问题 然后开一家公司 把问题解决掉 然后我们把它卖掉这样 所以那一家公司就很快 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 拿到第一笔钱 然后在2007 2008的时候 就把它卖掉 那我弄那一家公司 事实上顺便也是在 印证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做工程的人 都觉得说有技术很重要 这也是很重要 但是有技术的人 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说 我们到底是要做什么产品 我所谓的产品 我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所谓的产品就是 有人因为付钱给你的 那个才叫产品 没有人因为付钱给你的 那个不叫产品 那我那个时候 想验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要决定做什么产品的时候 不应该是从技术面来看 应该是从市场端 市场需要什么东西 你应该先决定 市场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再来去找说 那我要用什么技术来解决 这个才是一个 对的步骤 很成熟的想法 问题是你可能没办法解决 那但是没有办法解决 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现在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并不代表以后没办法做 然后另外一个是 现在你觉得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有很多时候是因为 你对问题的定义的角度不对 那你会不会以你第二家公司的例子 稍微讲一下 你怎么样定位到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 好那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就是说我前面做的事情 事实上在解决一个制程的问题 就是说 我在跟那个 比如说台积电讲说 你如果要在这个Wafer上面 运出来这样的一个形状的话 那你在光照要做成什么样子 那是第一家公司的时候 第一家公司是做这件事情 好那这个很好 但是这个东西对于就是说 设计电路的人 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了 因为对做设计电路的人 他很想要知道的是说 我实际上我在画这个电路图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选择 我可以画成A的样子 我也可以画成B的样子 那现在你跟我讲说 我如果画成A的时候 你会比较好做 如果画成B的时候 会比较难做的话 那我就自动会去画成A的形状 对不对 那当初那个业界里面 没有这样的information pass给电路设计的人 所以你是做你第一家公司的续集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在留这个问题 叫做DFM 代表的是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现在已经是一个应用很广的 对 所以现在就会变成说 这个现在大家就是 台积电会pass一些information 比如说给他的客户说 你如果要画电路图的时候 我希望你follow这样的做法 然后台积电有可能 也会顺便给他一些模拟的程式说 你电路图画好 你先跑一下这个程式 我这个程式要是跟你讲说 这个都没问题的话 那你再送过来 再快投片 对 如果有问题 我会跟你讲哪边有问题 那或许我会给你一些guide line 你再稍微把它改一下 所以第二家公司基本上 在精神上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那个时候就像我讲 就是那个时候业界已经渐渐了解说 电路设计的人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工具 但是precisely到底要怎么做 事实上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即使是连台积电Intel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那所以这个当然就create给 就是说新创公司的一些机会 你是始作俑者 因为你们就是要把 本来图形改成那样子的 你们最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 从某个角度来讲 那你这样讲我好像变成是制造问题的 你好像买一个梗在后面 你到后来过几年才把那个梗 给拿出来用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conspiracy 那是自动发生的 是是是 好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阿龙博胡说科技 我是阿龙博 现场我们请到的来宾是 达音管顾创办人王耀廷 大家好 我们就顺着刚才你讲过的 你觉得创业最重要是要先 找业界的痛点 然后再想办法要怎么去解决这个痛点 但是据说现在教授 很多学校教授出来创业 我遇过的很多都是说完全相反 我一个技术 那个技术我觉得很棒 然后很多人都跟他讲说 你这个技术很有市场前景 那就拿那个技术再去找市场 就完全相反 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在支持教授创业 你们应该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没有错 那个就是说教授一般在学校里面 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大部分的时候 你都是在working on一个technology 那很多人不了解的就是说 技术跟产品 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的 那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 觉得说 我在学校里面用了我的技术 做出来某一样东西 然后你就称这个东西叫做产品 那个不叫产品 什么叫产品 很简单 就是有人应付钱的 那个才叫产品 没有人应付钱的 那个不叫产品 有人要买单的才算 对 那大家就会想说 那这最困难的不是应该是技术吗 对不对 产品有什么困难 我有技术我就有产品 没有 这个也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 怎么define出来一个产品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绝对不会比 把这个技术做出来简单 你们为什么会 这几年开始觉得说 教授创投是可以投的 ok 好 我那个时候 刚回台湾的时候 第一个 我跟曬明为什么 对这种教授的东西 还算蛮有兴趣的是 基本上我们两个人 就是喜欢technology 不只是 技术狂人 对 两个人 你可以讲说都是技术狂人 所以我们对于 一些比较 就是所谓deep tech 基本上就有我们 本身的喜爱的程度 但是我们在过去 比如说十年前 我们几乎都没有投 这种教授出来开的公司 当初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是很简单 有些教授就是 做了一些东西 我们都很喜欢 我们那个时候之所以没有投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可以讲说在十年前 政府基本上 把教授发展出来的技术 视为国家财产 当你把它规划成 是国家财产的时候 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这个门槛就非常的高 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会讲说 十年前还是有人 有教授出来开公司 然后有些还是蛮成功的 是的 有的 但是很少很少 我们做创投做投资的人 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resource 放在一个机会很低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一直就是说没有投 然后我们同时也跟政府 就是一直反映说 你如果要鼓励 这些教授出来创业的话 你这样的架构根本就是 就是不可能 以前连当董事都不可以 是 是 我们就跟他讲说 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的印象里面 当然所以政府 事实上是有听到了这个声音 然后陆陆续续 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 在改变 那近期的话 我们用力最深的 一个当然就是我们 以前的科技部长 陈良基 然后在后来的那个 吴正中部长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人 就是说我只是 就是以我记得的来讲 渐渐的把这个门 就是打开了 所以台湾现在相对来讲 就是说教授 要把拿这个技术出来开公司 这个最起码在学校那一关 相对来讲 变得比较简单了 所以就是变成说 教授也可以被借掉出来 然后做个 比如说CEO 还是董事长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名正言顺 不会像以前的话 就是有点遮遮掩掩 那我们大家必须要了解 最起码以我们答应来讲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钱 是从上市归公司来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去投一个公司 就是说 是你在管这个公司 然后你是实际的负责人 但是董事长 是其他的人挂名 教授当那个中警人 对 这种公司我们没有办法投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经过检验 那也是在三四年前开始 我们渐渐觉得说 这个整个的环境已经成熟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才就是邀请那个藤伯来加入我们 因为他当初就是 在负责就是说 这些架创计划这一些东西 他对于整个学校的 这个整个产业链啊什么 这些东西比较了解 所以你们认真的把这一块 当作一个板块再进行 是的 没有错 没有错 那这个不然我们不会请藤伯过来 那那个梁龙上次也问到我一个问题 那他问我说 那这么多的教授出来开的公司 那你为什么特别就是选 那几家公司投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觉得教授出来开公司的话 我们很重视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教授对这个公司的commitment 什么叫做commitment 不是教授说 你知道吗 我还是在学校挂名 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公司 那个叫commitment 但是 it's not good enough 我们所谓的commitment是说 当你确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可以帮自己留后路 那你会讲说 that's not fair 那我就必须要跟你讲说 it's very fair 为什么 我出钱啊 对不对 那我出钱 我也是在take risk 那你为什么你不take risk 那当然你可能不同意我 那你如果不同意我 那你就不要来找我 这是每一个participate 必须要take risk 不能只有一个人take risk 那刚才happen to us 所以我们对于就是说 教授出来开公司 我们一个最起码的requirement是 你必须要借调出来 at least 你要借调出来 你如果说 我决定就是要quit这个job 专心做这个东西 that's even better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们投的这个很多相关的 这一些教授出来开的公司 几乎所有的人 要么就是已经退休了 不么就是借调 不然他们就是辞掉工作 这是我们投这些公司的一个 我们很标准的criterium 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讲 那你像你刚才讲的 你觉得说第一优先是要 能够从市场需求去找题目 你觉得这些公司 符合这样的标准吗 我们一开始投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东西也不见得 就是完全就是说卖得动 那但是因为讲实在话 就是说我也不是神仙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可以卖得动 但是我们会看的是说 他在产业链的趋势里面 是不是在一个对的方向 as long as他就是沿着 一个对的方向的时候 那随着时间这个公司会一直不断的做调整 调整到就是说他的产品是对的 那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很少有公司就是一出来 day one他的产品的定位 他产品要展成什么样子就是对的 我们从来没有 期望这种事情会发生 假设发生了当然是很好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心里头都会知道说 这个可能以后还要再调整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你们投的公司 你觉得现在目前做的 最符合你的期待的 好我跟大家开个玩笑 我希望那个Jesse这个不要揍我 我拿Jubert来当做一个例子来讲 热灵科技 热灵科技 那这是一家我非常看好的那个公司 那我为什么看好呢 这个也是经过我们 第一个我必须要大家 我要full disclosure Jesse是我Stanford算学弟 所以我们已经认识很长一阵子了 Jesse是康世仲 康世仲 他图木系的教授康世仲 那康世仲那个时候 就是决定要弄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们听到是他要做长照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台湾因为人口在老化快速 所以我们觉得长照是一件对的东西 然后康世仲在台大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project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可以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sponsor他 就是说好啊 那我们就一起来弄这个东西 那康世仲就是一路做做做做 后来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那个后来康世仲发觉就是说 长照的这个病床 政府一个病床一个月 他只愿意补贴 我应该是没有记错 我如果记错的话 那个就麻烦帮我那个修正一下 好像就是台币200块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一个公司是有可能会赚钱的 不是吗 这个根本就不可能赚钱的东西 那所以那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康世仲来讲 这个是他第一个面临的crisis 这个是上从某个程度来讲 就是说 就完蛋了 市场结构的问题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大家想说 这死定了 那是怎么办呢 后来康世仲的做法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我可以这个样子讲 就是说 政府之所以觉得 他一个月只要付200块就可以 政府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做 从某个程度来讲 就是有人愿意接受这个价钱 就是他200块就可以了 对政府的角度也没有错 有人200块愿意接 为什么我要付你300块 或者是2000块 我没有必要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去看那个 就是说 愿意收这个200块的这些公司 基本上都是 我们把它称为 就是mom and pop的那个公司 家庭式的 家庭式的 那他们工作的非常的努力 但是呢 他们可以provide给这些 年长的人的service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然后他自己也非常的累 做得很累 所以后来就是说 我们发觉这件事情之后呢 那康斯仲做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去跟这些公司谈 基本上就跟他讲说 我们应该join force together 来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就是康斯仲就是 他有他的charm 来就是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后来就是陆陆续续的去 acquire了几家这样的公司 acquire了这些公司之后 然后就是用他的技术 provide给这些年长的人 更好的服务 然后一方面也跟政府 来积极的争取 就是说 你不能一直付我200块 你要既然他得到了service 他有bargain power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 当然也是透过这个样子的方式 他的床位就增加了 增加了之后 当然你operation的margin 就渐渐的improve 这个是在台湾做的一块 另外一块是 康斯仲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积极的去扩展 北美的那个业务 能够进美国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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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这个jubel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 你很可能 你一开始弄的时候 你对这个市场 是有一定的期许 但是当你真的进入 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会发觉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那为什么star会成功 不是一开始 你的产品就做对了 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调整之后 你怎么样去调整 那这个就是 我们必须要一直不断的 就是说这个是在学习 然后调整 学习调整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我记得几年前 跟你们聊的时候 一开始你们都说 我们虽然在半导体 打滚那么久 基本上第一桶金 都是靠半导体 然后可是都觉得说 半导体没什么好投 都跟我说半导体很成熟 没什么公司可以投 所以就投了一堆 就是这种服务型的公司 可是现在半导体 这几年突然 又整个又活起来了 大家都长那么多倍 我们当初跟你讲 很可能就是说 for新创 没有太多的机会 我们不是说半导体 这个产业 不会成长 像美国那边也说 半导体新创也回来 就是AI半导体的新创 那是AI 然后我可以跟你保证 超过90%以上的公司 都会倒掉 为什么 你看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这个要分成两块 一个是AI的硬体 一个是AI的软体 AI的硬体 我必须要跟你讲 事实上还是没有什么机会 很多人在讲说 所谓的AI 边缘的AI运算 Edge的那个东西 大家必须要坐下来想 新创公司有什么优势 那些东西对于这些 像联发科 Qualcomm Blockcomm 那是太简单的事情了 然后你一个新创的公司 你觉得你为什么做得赢他 你不可能做得赢他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很多人 砸很多钱在那个地方 我是这个我不懂 那边我是从来都不碰 因为我看不到有什么 Advantage 那你如果是AI的硬体 在server端 那当然你会面临 NVIDIA Intel Qualcomm 那那边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那边可能机会 还比较多一点 很可能你propor something 就是new 比如说你有一些 新的interconnect的技术 还是什么 这些东西 可能 所以那边我就不comment 好 那我们现在回过台 AI的软体这一端 AI现在非常热 我都知道 我自己也在用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powerful了 那我刚才为什么说 AI这些软体 很多公司 90%以上都会死掉 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我们很多人在做 所谓的check bug 很多公司做得非常的好 OpenAI一出来之后怎么样 全化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AI 对新创公司 事实上是一个 很hustile的环境 为什么 因为你花了四五年做的东西 很可能会突然一天晚上 比如说像OpenAI Meta 或者是Google这些公司 发展了一个新的model 做的比你还要好 而且他们把它变成是free的 就是那些像当年微软 进入别人的领域一样 是 做这种基础的 可以把那些application 全部都吃掉了 对 所以就是 我只能跟大家讲 就是AI软体这个东西 很多的机会 但是 都在大公司 是不是 也没有 真的可以赚到钱的人 不会是多数 因为很多公司会死掉 会死掉 也不是他们的错 是因为这个整个 macro environment 非常的dynamic 所以不是像大家讲的 那个样子 好像一听到 某某人是做AI 然后你就赶快去投 我可以跟你保证 在百分之九十 你大概都会赔钱 你们经历过 网路泡沫经验的人 这个我太熟悉了 但是这个是我的opinion 所以大家听听就好 好 那今天谢谢耀廷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很高兴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节目最后 阿拉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消息 天下杂志创刊八百期 以导致韧性为题 报道台湾挺过变动 展现韧性的时刻 天下也要把这份力量与心意 化作一块块的祈愿金 邀请大家一起祈愿 携手前进 想了解更多 欢迎点击节目资讯栏连接 阿龙博胡说科技 是隔周四下午五点播出 下次更新时间是8月15号 请听众朋友准时锁定 并到Apple Podcast追踪 听天下 给我们五颗星 有什么想胡说的 也欢迎留言给阿龙博 另外还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 全方位补给科技趋势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